什么症状吃硝酸甘油 如问医生特药正家 善元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学部副主人药师 那么硝酸甘油通常作为心脚痛的预防和治疗用药 那么心脚痛呢是冠心病患者 那么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症状 那么它是由于冠状动脉不同程度的堵塞 那么引起一些心脏的缺血缺氧 而造成的一个心脏部位的一个疼痛或者不适 那么硝酸甘油可以说是冠心病患者 他们的一个随身必备药 也是他们的一个急救用药 那么它呢可以很快的起效 那么可以在几分钟内迅速扩张冠状动脉 让缺血缺氧的心脏呢 恢复血和氧的供应 那么从而缓解它这个疼痛症状 但是呢硝酸甘油我们需要注意 就是我们一定要用正确的用法 也就是舌下寒服 那么它呢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 你用好的能救命 但是用不好的话错误的用法 或者是你用的剂量不对 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低血压 使患者产生昏厥 甚至有时候会有致命的风险 所以说哪些患者应该用硝酸甘油 那么就是什么情况下用 我们最好还是要请教专业的 大夫的意见 而不是说患者 我有心情缺的疼痛 我就自己去买药 自己来吃 那么这样呢 其实是挺危险的 下一個问题 看到了 下一个问题 这下一个问题 有点儿